俄美首脑会晤各说各话 谁也不想打杨成军 要把握战略机遇 当地时间12月7日 普京与拜登举行了两个小时的闭门视频会谈 双方声称这次会谈是坦率和务实的 两国领导人都同意继续落实 2021年6月日内瓦会谈成果 强调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同意继续落实上次达成的共识 会谈中普京谈到 乌克兰完全撕毁了明斯克协议和诺曼底共识 奉行破坏性政策 对乌克兰的挑衅性行为表示严厉谴责 反对北约东扩核在俄罗斯邻国部署进攻性武器 他强调 由于美国政府五年前开始限制 禁止和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而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拜登重申支持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称如果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 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美国将会做2014年想做而没做的事 拜登会谈后还立刻给欧洲盟友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及乌克兰总统等打了电话 通报了会谈情况 双方认为两国当前的现状不令人满意 他们同意指派各自官方代表 就具体敏感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双方回顾了两国在二战期间的联盟关系 强调都不兴忘记当年的牺牲 称历史联盟关系应成为今后合作的典范 双方同意继续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 开展形式和技术合作 希望维也纳的伊核会谈是建设性的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这次会晤让双方再次认清了对方的立场和底线 但同样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还是各说各话 我认为可以做出四个判断